他跟夏普合作推出了有他声音导航的空气净化机 比如 早安 今天天气正好 哦 晚安 今天PM2.5有点严重 把我调成最强模式吧 目前29岁的赛奖是赤城县水护士人 虽然大学时期读的是经济 但因为本身非常爱看动漫的关系 赛奖的志愿是成为一名声优 为此大学毕业之后 他一边在快知识事务所工作 一边支费上声诱养成所接受训练 到了2018年 当时25岁的赛奖参加了Weather News的天气女郎选拔会 Weather News是一个专门播报天气的频道 他们主打24小时直播期下 可以为观众提供最新最准确的天气状况 当然讲天气是没办法讲一整天的 于是Weather News就请了一堆美女回来当天气女郎 观众们可以通过谈幕和留言跟主播及时互动 聊完天气之后还可以聊各种八卦 家常和时事 频道里比较有名的有 沪北美月 大岛黎英 小林李依奈 跟赛奖同期的剧目结衣 还有我个人最喜欢的小川千奈 不过当中人气最高的还是赛奖 2023年他在多个天气女郎的人气投票中 都以压倒性的姿态拿下第一名 很多人喜欢赛奖的原因都是因为他爱打游戏 喜欢看动漫和cosplay 声音好听 外形好看得来 又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 而且性格不做作 还带点天然呆 虽然有点傻大姐 但赛奖在工作的时候却非常专业 2021年2月26号 赛奖跟往常一样 跟观众有说有笑的在聊天 聊到一半 直播间突然收到地震警报 赛奖就光束变脸 用非常认真的表情和语气报导起地震的消息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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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这一变脸 让赛奖冲出日本在全球爆红 目前影片在YouTube上已经有超过3000万点月 既然这么红 推出点周边捞金也是在所难免了 除了大家能想到的T恤 毛巾 钥匙圈和血症级以外 赛奖还有贩卖他的声音 因为他跟夏普合作 推出了有他声音导航的空气净化机 比如 早安 今天天气真好 哦 晚安 今天PM2.5有点严重 把我调成最强模式吧 跟空气净化器整套买的话要10万日元 光买声音的话也要3300日元 老实说这么好赚搞得我都有点心动了 如果我跟免制马桶合作的话 大家会有兴趣买吗 大猴车机 现在要来给你冲洗咯 请加紧 反正赛奖的人气真的是非一般的高 有粉丝还特地把他弄在自己的车上 说是希望更多人认识赛奖 从而多看天气预报 从而达到减债的效果 可以说赛奖一个人撑起了半价为了news 就好像今年六月末的时候 因为赛奖有好几天没出现在直播上 就已经搞得粉丝们茶饭不思 今天明天都没在直播 我却下野了呀 放六天假了吧 怎么搞得明天也不在 放暑假了吗 然而在7月3号 有网友就发现 赛奖竟然出现在英国温布顿举办的网球赛的直播上 最初大家以为他只是在度假 但之后有网友指出 赛奖奖所坐的位置是关系者席 只有被选手邀请的人才能坐在那里 而因为当天的选手西纲良人的确是个日本人 赛奖奖的妈妈又刚好坐在旁边 有网友就开始猜车 赛奖奖跟西纲是不是在秘密交往 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之后的幕后话续还可以看到 赛奖跟妈妈跟着西纲选手 进了选手专用的区域 这就更加肯定了两个人关系不单纯的说法 不过还是有很多粉丝不太愿意相信 说不定是亲戚而已 亲戚也能坐这个位置呀 应该是采访之类的工作吧 唉看个球赛而已 想太多了吧 就这样粉丝们自欺欺人了三天 最终还是被赛奖一巴掌给派醒了 7月6号赛奖在推特发文 正式承认跟西纲选手在交往 虽然很多网友留言祝福他们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现得非常崩溃 再见了 你让我很生气 赛野账骗人的吧 你说谎了 为什么粉丝们会觉得自己被骗了呢 根据他们的说法 赛奖以前曾经说过 我没有恋爱经验 觉得男生有点恐怖 还有 没有结婚的想法 等等 虽然以上的言论我都没找到处处 但确实赛奖曾经在节目上说过类似的话 而日语里有一个叫弱者男性或简称弱男的名词 泛指那些外形差 收入低 交际能力弱 特别是缺乏伴侣而感到孤独和不被认同的男性 在这次的事件中 弱男们觉得 Weather News的销售手段 和赛奖过往的言论 给了他们一个错觉 以为自己跟赛奖的关系费浅 甚至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他们才会那么奋不顾身的 用金钱和时间去支持 而现在赛奖自打嘴巴跟男生交往 等于欺骗了他们的感情 不要说什么没有结婚的想法就好了 为了人妻说谎 所以才会搞成这样 我不会说交往有错 但你在那边装清纯 偏弱男才会那么火的 既然交往的话就早点宣布 让弱男们早点解放嘛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 是那些弱男真爱粉太笨 赛奖都已经29了 人美胜又甜 没交往才怪 若男们很伤心哦 被骗的都是啥子吧 事件发生之后 赛奖的推特已经掉了2万多个追踪 他所熟的公司Weather News 也疑似受到影响 在赛奖官宣交往的第二天 股价一度跌了接近10% 市值蒸发61日元 而事后虽然赛奖按原定计划 出席了在7月8号举行的粉丝见面会 目前也已经回归直播间如常主持 但只要有他的出现 影片爆战数都会特别的多 看来这一次 弱男们真的被赛奖上得很深 那大家又觉得这次弱男们值不值得可怜呢 好啦 我是小鸡 我们下次见 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